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花花 近期收到了很多车友的私信及留言 说很喜欢飞翔房车的设计理念 问飞翔房车为什么不出大额头的房车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就来答车友问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在外观上啊 大额头的房车呢 外观看上去会夸张一些 给人的感觉呢 也会另类一些 其次呢 在行车的时候 风阻造成的风噪也会更大一些 当然了 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啊 最重要的一点啊 是一般大额头的房车呢 整体高度都超过了3米1 大约在3米2左右的样子 导致我们去很多地方呀 由于限高的问题 让我们无法顺利的通过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尴尬的情况出现了 打扰了我们的出行计划 那是不是没有坐大额头就没有前额头床呢 其实啊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款T型小额头房车 外观很低调 流线型也很好 那行车的时候呢 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阻 我们从外观来看 它好像是不会有额头床的 那它到底有没有额头床 它前面预留设置的空间会不会比大额头小 带着这些问题啊 我们一起走进这台T型小额头房车 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款车里面的前额头的部分 是如何有效高效机制的利用的呢 走进车里面以后呢 环顾一圈 我们只能看见六座布局 以及一张一米三乘以一米三的床 当然了 这张床是可以拓展至一米三乘以两米的 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以及功能齐全的厨房 好像并找不到第二张床的钟影啊 那第二张床的设置就很巧妙了 它是在我们的征服架以及会客厅的上方 平常用不着的时候呢 找到它真的很难 因为它完全不影响车内的空间 没有影响车内的静高 不会让您感觉压抑 就在上面坐着一顶一顶非常安静的灯池 整个造型呢 也是完全迎合车顶头部的弧度 以及车顶的高度 并且啊 在上面预留了约五公分的间隙 当您需要使用它的时候呢 它的操作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个动作 不超过十秒钟就可以完成 这也是咱们飞翔房车的设计理念 一定要让大家用的快捷方便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这张床设计的是挺巧妙的 尺寸能做到多大呢 够两个成年人使用吗 那我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哈 这张电动升降床的尺寸是1米3乘以2米 沉重呢 能达到600斤 但是这个光说不好使啊 咱们还是要用事实说话 比较有说服力 那请出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 那我身边的这位小姐姐呢 身高1米6 体重100斤 小哥哥呢 身高是1米8 体重是160斤 那接下来呢 邀请两位 为我们大家试试一下这一张升降吊床 诶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非常轻松的就能睡下两个成年人 这能很好的说明 双身床沉重很感人 尺寸也很了得 那还会有车友问了 这个床晃不晃呢 稳不稳呢 我们可以再请工作人员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整个过程 即使我们翻身 活动 整张床都是纹丝不动的 因为它的沉重啊 是坐在车身沉重结构上的 看到这里啊 想必各位车友 对于小额头房车前面的 升降吊床可以用来睡觉 这个作用啊 已经无庸置疑了 但是想必还会有车友想问 大额头房车上的额头床 平时不用的时候 或者行车的时候啊 还可以用来储物呢 这个呢 确实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也只不过是要可以放一些 床上用品 我们的杯子 枕头等等 但是它的代价呀 就是改变车头的造型 会有一块很突兀的地方 那咱们来看一看 咱们这一款小额头房车 用到这一张升降吊床的时候 那杯子又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说还需要每天叠起来 再找地方存放 确实很麻烦 有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呢 我们找来两床棉被四个枕头 放床上来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床收回的时候啊 直接储存在里面 事实证明很轻松 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到这里是不是就消除了大家 问为什么飞翔房车 不坐大额头房车 因为咱们坐的小额头房车呀 它的前置额头床 在不去影响整车的高度 造型 风阻 风噪的情况下 还能让您轻松操作一键收放 行车时呢 不影响我们的内部空间 驻车时呢 还能轻松睡下两人 平时呢 还能收纳碑乳 说到这里啊 我都不得不探服中国人的工匠精神 您愿意为这样的工匠精神点赞吗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 跟我们一起互动 好了 我们本期的视频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